今天非常有這個榮幸來到這邊 為大家服務 客運上車長小姐穿著灰藍色制服 拿起麥克風親切的自我介紹 古關遊客中心有提供哪些服務設施呢 其實還滿特別的 到年底前每週的假日特定班次 都可以看到金馬小姐的身影 拿著小鈔介紹沿途風光 說話還會刺螺絲有些聲色緊張 看見六七十年代才有的車長小姐 讓乘客彷彿坐上時光機 民眾在公車上隔著玻璃欣賞好山好水 休息時間車長小姐還會發放礦泉水 謝謝 中橫公路開通六十年 交通部特別培訓一批新金馬小姐 他們是領東科大二三年級的學生 由專業老師及前車長小姐訓練好幾個月 就為了復刻老味道 滿親切的 對 有那種人與人之間的這種互動的關係 不過從古關管治站 到鄰山服務中心走中橫公路 途中經過德基管治站 六十一公里的路程 耗時兩個小時 可是讓新金馬小姐們吃盡苦頭 雲車也車上又抖然後又晃 所以說其實要我們導覽跟 就是跟客人互動是比較困難 然後有點辛苦的地步 服務完客人 車長小姐們拖著行李背包包 因為他們還點在身上住一天 隔天再跟著客人下山 所以我就是會把自己就是傳謀成空姐 但是會比較就是貼近 就是比較熱情一點 公車的外觀也有巧思 塗裝復刻金馬號 喚起不少人 對中橫公路的美好記憶 記者李夢章 陳光 李雲傑 台中報導 來吧 好 好 好